那今天我们确定的病例数 本土病例是44294 昨天大概46000多 大概少了2000多名 大概少了5% 8号本土确诊病例虽然持续突破4万 不过相较于7号有下降趋势 但是否跟假日裁检人数较少还是疫情达到平稳点 指挥中心表示还需再观察一两天 而即日起上路的四大新制调整措施 其中若是7号前辈匡列的居家隔离者 只要属于确诊者同住亲友 依然维持三加四原则 其他职场或是学校则采自主应变措施 然后另外其他两类的 就是不管是在从工作的场所机关中间通报出去的 或在学校里面通报出去的 那现在都是以停工或停课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原来的匡列的都全部都取消 而全台累积上万人居家照护 中央也将两款口服药配送到全台57家核心药局 并协助送药到宅 不过近期有传言说只有中重症才可申请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 对此指挥中心也澄清 口服药物反而才是主要给无症状及轻症的个案 实际上中重症发生的时候是要由医师来评估最适合的各类治疗药物 所以中重症事实上很少会有机会会使用到扣服抗病毒药物 那我们目前已经简化相关的一些领用流程也正适合这个配置点 来提升这个药物取得的可敬性 另外针对住宿型长照机构的确诊者 只要是密切接触者快筛阳性就符合投药资格 并是用居家照护的各项给付规定 而指挥中心也再度呼吁 完整接种疫苗确实有效降低重症风险 也鼓励65岁以上尚未接种疫苗的长者 5月31号前完成任何一次疫苗接种 各地方政府都会提供500元的胃教品 期盼持续提升疫苗涵盖率 原是新闻婚底普达路养台北市场报导